Amazon中國書店 助中共大外宣向全球洗腦 美緝毒官員表示 毒犯和華人罪犯合謀 輸入分泰尼殺害美國孩子 英總議院通過動議 對北京東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同罵Facebook允許疫情假消息 拜登說他們在殺人 蘋果在家上班規定越變越嚴 全員工揚言辭職 海地總統與食案新進展 前司法部官員移下令殺人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接聲越南新聞 我是林思明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7日 星期六 以下是詳盡的新聞內容 7月14日 推特用戶 admerake0h1berg 發出一條推文說 純粹是巧合 我遇到了Amazon中國書店 這是Amazon和中共外民局下屬的 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的合作項目 推文所說頁面的設計 是赤裸裸地宣傳中共遺跡 廉刀斧頭和中共黨旗的紅色成為最突出的色彩 在一片紅的百年慶祝字眼底下 是中共吹噓的書籍 為了人民的利益 中國抗擊疫情戰系列 中共一百周年等 推主好奇地問 Amazon中國書店項目 曾入選中共國家重點文化輸出項目 我沒有看到中共代理人免責聲明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Amazon為此從中共政府得到多少錢 這則推文引起網友的討論 有些問我想知道的是 他們設法賣出了多少份 有些說很多公司也想輕鬆賺錢 他們用尊嚴換來人民幣 還有些問 我以為你在說笑 這真是令人作嘔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聯合底仔? Amazon中國書店項目 是Amazon英文網圖書類銷售平台 就是將中國的書 尤其是中共官方吹噓 習思想政治正確的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 賣給外國人 面向電子商務企業家的一個博克說 中國賣家在Amazon上銷售的數量巨大 據估計 目前有超過20萬家中國企業在Amazon上銷售 而且這個數字預計只會上升 2018年4月23日 中共外民國局長張福海會見Amazon全球高級副總裁卡尼 張福海向卡尼詳細介紹中共的一帶一路 而卡尼表示 美國Amazon公司高度重視中國書店項目合作 將全力促進書店做大、做強 大紀元評論認為 中共大外宣花費巨資以國企為主力軍 不斷向海外延伸它的戰略要義 通過利益牽引腐蝕西方社會養成一套成熟的技巧 對這些西方公司、企業幾乎是功無不克 16日 一名前輯獨局特工向Fox News表示 越過南部邊境湧入美國的芬太尼正非速增長 並奪走美國孩子的生命 這是一個致命的危機 拜登上任以來 推翻了川普時期幾項邊境安全措施 包括停止建造邊境牆 川普的這些措施自在阻止南部邊境的非法移民流動 提供美國的公共安全 這些措施被廢除後 大量非法移民湧向美國 美國邊境的危機進一步加劇 美國緝獨局前特工主管德里克·馬爾茲表示 這些政策仍然在傷害我們國家的安全 全國各地的犯罪正在升級 但是最重要的是 墨西哥的反毒集團現在是我們孩子的敵人 你看一下芬太尼中毒 芬太尼謀殺案 他們正對我們美國未來一代的孩子 進行持續的致命的攻擊 芬太尼是一種合成的鴉片類藥物 是導致美國人服用過量藥物致死率 不斷上升的原因之一 這種藥物通常是使用從中國進口的化學品 在墨西哥製造的 根據6月份的報導 來自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的統計數據顯示 5月份在美國緝獲的芬太尼數量 比去年增加兩倍多 馬爾茲表示 年輕人可能吸食可卡因或夾基本秉安 他們會馬上死亡 這就是謀殺 所以我們必須改變觀念 我們必須改變教育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老師、我們的父母 必須知道這是一個致命的危機 3月 CBP代理局長伊米勒曾說 今年2月份全國範圍內的毒品輸獲量 比1月份增加50% 可卡因節獲量增加13% 冰毒增加40% 凱洛因增加48% 川普總統在2017年10月宣布 美國進入應對毒品危機的緊急狀態 在2018年8月的內閣會議上 川普說 芬太尼今天已經殺死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是中共兩面戰略的另一個例子 這種化學品真正的價值 是被中共用作為一種有利可圖的鴉片類出口品 同時亦可被用來摧毀美國社區 搞亂美國的政治格局 中共非常清楚 鴉片戰爭如何能陷動一個國家 並摧毀一個帝國 15日 英國下議院投票通過了一項動議 對即將在明年舉辦的 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 下議院認為 2022年冬奧會 不應該是一個政府被可信地指控 犯有大規模暴行罪行的國家舉辦 英國政府及其代表 也應拒絕參加這屆冬奧會 除非中共政府結束在新疆地區發生的暴行 解除對英國議員、公民和實體的制裁 色尼線區神報報道說 這個舉措沒有約束力 也不會阻止運動員參賽 但會被英國首相Johnson帶來政治壓力 迫使他正式冷落中共政府 動議由英國保守黨議員諾頓提出 他表示 在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時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曾承諾 奧運會將成為中國人權改革的催化劑 但新疆後裏 卻發生了被廣泛承認的種族滅主活動 另外 成千上萬的西藏人流離失所 被逮捕、監禁、遭受酷刑和殺害 然後中共又扼殺了言論、新聞和政治自由 摧毀了《中英聯合聲明》 並強制實施了《國家安全法》 他們的這些政策都進行得很順利 不是嗎? 工黨議員阿夫澤爾漢就說 我們不能一方面承認種族滅絕 另一方面又派政要和外交官參加北京奧運會 我們必須堅定地進行譴責 並向維吾爾、穆斯林發出一個信息 我們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英國下議院4月曾一致認定 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鎮壓是種族滅絕 並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北京的行動 由保守黨議員湯姆、陶根哈特領導的跨黨派 外交事務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說 新疆發生的暴行代表著一場極其緊迫的國際危機 任何文明政府對此事而不見都是有背良心的 16日拜登在白宮草坪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Facebook等社交媒體允許用戶在平台上發布錯誤的新冠信息 是正在殺人的行為 據路透社報導 新冠疫情期間 假消息在Facebook、Twitter和Alphabet旗下 YouTube等社群媒體網站上暴增 長期以來 研究人員和立法者一直指責Facebook 未能對其平台上的有害內容進行監管 當日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也說 Facebook是一間私人公司 雖然已經對假消息採取一些措施 但明顯還可以做得更多 Facebook發言人卡利斯特表示 我們不會因為沒有證據的指控而分心 事實上 已經有超過20億人在Facebook上查看有關COVID-19 和疫苗的權威信息 比網絡上的其他地方還要多 還有超過330萬的美國人 還使用Facebook來尋找獲得疫苗的方式和地點 事實證明Facebook正在幫助、挽救生命 近日 蘋果公司的員工爆料 公司發布新的上班模式指引 要求員工9月起每個星期回辦公室工作3天 但現在要申請在家上班 反而比以前更加難 有些員工甚至揚言 公司如果不改變態度 他們就要辭職 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 引述一名蘋果內部的Slack群組報道 若有10名員工表示 他們將因為公司的混合工作模式政策而辭職 這個群組由蘋果內部提倡遠距上班的員工組成 目前成員已有超過6,000人 雖然蘋果向來不鼓勵員工在家上班 但實際上仍然有例外 也有些團隊的規定比其他團隊更寬鬆 不過蘋果的員工表示 現在就算是這些例外情況 也會被公司拒絕 據蘋果員工6月進行的內部調查 在回答問題的1,735名員工中 有36.7%的人擔心 他們將因為公司缺乏彈性而必須離職 報導指 蘋果員工6月曾寫信給執行長輔黑 希望他重新評估混合工作模式 但蘋果零售與人力資源副總裁歐布萊恩 卻透過一段內部影片表示 面對面的合作很重要 公司不會讓步 路透社報導 海地總統莫伊茲的刺殺案 由海地與哥倫比亞合作徵辦 當地時間16日 哥倫比亞警察總長維加斯表示 按照初步調查 前海地司法部官員巴迪歐 可能是下令動手的主要嫌犯之因 維加斯說明 調查發現巴迪歐指示前哥倫比亞士兵 卡帕道和李維拉殺害莫伊茲 案發3日前 曾經在海地司法部從事反貪腐工作的官員巴迪歐 告訴卡帕道和李維拉 知道必須刺殺海地總統 但維加斯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或說明資訊是從賀爾黎等細節 報道指出卡帕道目前已死亡 李維拉被警方逮捕 巴迪歐則下落不明 無法取證他的說法 海地警方前調查指出 密謀干净海地團體由伊斯兼牧斯 薩農領導 薩農日前已被海地當局以行食搜謀逮捕 其他嫌犯包括反對黨參議員約瑟夫 被海地警察總長查爾斯認定為刺殺案關鍵人物 並展開追捕 示威長克拉德也被警方逮捕 目前掌握的刺殺團體成員 包括2名海地裔美國人及26名哥倫比亞人 其中18人被捕 5人在逃 3人死亡 據臨時總理喬塞德表示 莫伊斯的國葬將在海地北部的歷史古城 海地國舉行 47歲的第一夫人馬婷 將反國送丈夫最後一程 據日本大阪府 荃佐野市16日消息 為出賽東京奧運 目前正在荃佐野市訓練的 一名20歲烏干達男性 舉重運動員失蹤 該市已通報大阪府警方 據荃佐野市說 名叫Julius的選手16日中午左右失蹤 因為沒有進行每日必須PCR測試 市政府官員檢查他房間時 發現他不見了 按照規定 來到日本的運動員 除了住地和體育場外 禁止擅自離開住地 荃佐野市相關官員表示 Julius在房間裡留下一張字條 大意是 烏干達的生活太苦 想留在日本工作 並確認 他在附近車站 買了去名古屋的新幹線車票 他的旅行商留下在旅館 留下的字條說 希望能將他的物品帶回到烏干達 交給他的太太 據稱烏干達選手團 預計20日離開荃佐野市 前往東京呈海選手村 由於Julius最終沒有入選奧運選手 20日晚將與教練一起返回烏干達 烏干達選手團9名團員 從6月19日進入日本後不斷出現狀況 當日查出一名新冠染疫者 隨後8人移送至大阪府全佐野市 23日又發現了一名染疫的人 這則新聞已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與你的朋友分享 亦是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收看 多謝